800多年前的南宋,有个叫泉州的地方,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航商贸中心,港口熙熙攘攘,往来贸易的商船更是络绎不绝,当时正好有一艘船从这里起航,沿着海上丝绸之路,朝着三佛旗驶去,但就在行驶到广东阳江海岸线二十海里时,却突然神秘失踪了,直到800年后的1987年。 中国和英国的一次考古活动,才意外发现了这艘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船,那么这艘古尘船是怎么被发现的,背后有什么故事,船上又有哪些价值连城的宝物呢? 以史为静,可以知星体,以人为静,可以宁德诗,欢迎订阅匠新历史,被迫中外合作。 时间来到1987年,英国海洋探测公司的员工在旧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,说18世纪有艘东印度公司的船,在中国广东阳江附近海域失事沉没了,船上装了六箱白银,由于船沉后有人成功逃生,所以沉船地点记录得比较详细。 于是,英国海洋探测公司找到中国方面,希望能共同打捞沉船。 8月,广州旧捞局根据上级指示和英国海洋探测公司欠了合同。 共同寻找沉船,英国的打捞船到了沉船海域后,用声纳确定了几个可疑地点,然后用抓斗开始采样,几次采样下来,在其中一个地点竟然真的抓到了一些瓷器和中国股钱。 英国人还想继续抓,被广州旧捞局的人阻止了,他们说,河通里要找的是东印度公司的沉船,这艘船明显是中国的,你们不能继续打捞了。 在中国方面的要求下,打捞停止,打捞上来的文物被交到广东省文物部门。 京清里,共二百多件,有宋元时期的瓷器,有绍兴通宝,正和通宝钱币。 还有一条衣,七米左右的镀金腰带,初步可以认定,这是一艘宋元时代的船。 1989年,中日两国考古工作者达成协议,共同对这艘沉船进行水下调查。 当年11月,两国考古队来到阳江海域,进行了为期五天的水下勘探,当时风比较大,海水能见度也很低, 即便用上了声纳和潜水员探摸的办法,也没能找到沉船船体。 水底海盗,窃取无数珍宝。 虽然中国阻止了英国人继续打捞的行为,但好歹他们还有跟中国打声招呼,然而在他们之前。 却有一个叫麦克哈车的英国人,竟然一声招呼不打,偷偷跑到中国南海,窃取了无数珍宝。 更令人心酸的是,当时的中国竟然一无所知,等到人家用这些文物在荷兰举办了拍卖会,消息才传到中国。 当时的中国因为缺乏相关的海洋文物保护法,也无法抓住麦克哈车非法打捞的证据,令人心酸又被感耻辱。 原来这个麦克哈车是个惯犯了,被考古界称为水底海盗,干的就是这种偷绝水下文物的勾当。 而中国这边听到拍卖消息后,面对流失的文物,我们也只能用钱去买回来。 南海一号沉船打捞。 回到南海一号的故事上,在送走英国人后,中方便想着要将这股船打捞出来。 但八十年代的中国受技术和资金的限制,根本没有能力将这沉船打捞出来。 甚至当时中国考古队连潜水都不会,水下考古完全一片空白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这股船也只能一直被长期搁置着。 当时一个香港潜水爱好者,在听说了南海一号的时候深受感触,为了帮助中国考古队能尽快将这股船打捞。 多年间,考古队不断地下水探索,大致对南海一号进行了初步的探索。 断断续续打捞出四千件文物,其中包含了金银珠宝以及各种瓷器,单独一件拿出来都价值连城。 其中多数文物都属于西式珍宝。 南海一号船体长约二十二,一米,宽约九,三十五米。 为了保护沉船完整不被破坏,考古专家组织了多次研讨会,商量南海一号的打捞方案。 2004年,考古专家经过多次商讨后决定,建造一座容纳南海一号的水晶宫,对南海一号进行整体打捞的方案。 虽然这一方案能最大程度上使南海一号完好无损,但是整体打捞的难度极大,对于刚刚具备水下考古作业的考古队来说,是一项基本上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。 方案确定后,整个考古界都一片哗然,从建造水晶宫和博物馆到建造完成,期间花费了三亿元,耗资如此巨大,打捞南海一号究竟值不值得呢? 2007年,南海一号沉船进入了整体打捞阶段,整个过程彰显了中国人民的智慧。 打捞前,制作了一个长35,7米,宽14,4米,高12米。 重量530吨的巨大钢铁沉箱,然后利用亚洲最大的起重船华天龙,将钢铁沉箱沉入海底的泥沙中,整体将南海一号船体拖出水面。 2007年12月22日,南海一号正式出水,出土文物18万件。 在长达十多年的考古发掘中,考古专家从中出土了18万件文物,包括了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珠宝、玉器、瓷器等多种文物。 其中已经出土的上千件完整瓷器,步伐有来自景德镇、龙泉窑等著名瓷窑的瓷器,还有一些像是洋货的敞口瓷器。 集聚异域风格和阿拉伯风情 除了风格各异的瓷器之外,最引人瞩目的也有金镯子、金链子、戒指等黄金装饰品。 这些金手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粗长,其中一条金项链长约一、七米,留金手镯,足足有大拇指一样的粗细。 根据饰品的风格判断,不像是亚洲人所佩戴的饰品,更像是身材高大,体格粗壮的外国人。 不过这些人的身份也不难推断,丝绸之路自汉朝时期就有记载,尤其是我国的瓷器和丝绸深受外商的喜爱,在路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同时。 海上丝绸之路也在蓬勃发展,而且根据史料记载,南海一号沉没的地点就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上。 根据出土的各种文物可以大致推测,这条商船满载瓷器、金银珠宝和丝绸等珍贵物品从宋朝的港口出发,驶往目的地,途中遭遇了意外沉入了海底。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,考古专家在处理文物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任何人的遗骸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难道说船上的负伤在遇难的时候潜水逃生了吗? 这个推断也并不符合常理,如果负伤在情急之下,跳海求生不可能将身上佩戴的金银首饰都脱下来放在船上,船上的负伤,最终的结果是跟南海一号, 一同沉入了海底,考古专家没有找到遗骸的原因,也或是经过八百多年的浸泡,那些遗骸早已被海水腐蚀殆尽了。 此外,考古专家在船上还找到了保存完好的咸鸭蛋以及加花椒粒,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物品,在宋朝时期可是平民百姓享受不起的奢侈品, 这也从侧面证明,船上的人吃穿用度都非常奢华。 牧船千年不符之谜,更让人惊奇的是,南海一号这艘牧船被发现的时候是端正地沉入到海底,没有侧翻也没有歪斜。 最重要的是,什么样的牧船能历经八百年不腐烂呢? 考古专家发现,南海一号一部分船体是用马尾松木制造的,在民间流传着水泡千年松,风吹万年山的说法,这证明,松木的船体在水中是比较耐泡。 另外,南海一号处于20米的海水中,上面覆盖的泥沙足足有两米厚,这也隔绝了外部的氧气,使船体没有被过度氧化而腐烂。 另外,专家还发现,船底的泥沙中虽然有很多生物残骸,但是里面没有活物,这也减少了对南海一号船体的侵蚀。 时至今日,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,源源不断地有文物被接连打捞,有人估算,南海一号沉船的价值超过了上千亿美元,其价值巨大。 不过,最重要的还是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,花费三亿打捞费,对南海一号来说还是非常值得的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